美国三位跨党派的参议员6号来台宣布 美国捐助台湾75万剂疫苗 有民众特别送花篮到美国在台协会AIT致谢 还附上卡片写着雪中送炭台美友好 除了疫苗台美还有另一项好消息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10号晚间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视讯会议40分钟 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 召开台美贸易剂投资架构协定TFA会议 外交部我们表达高度的欢迎跟支持 也会持续的与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OTN 经济部等政府的经贸部门密切配合 来进行TFA会谈的相关工作 台美在1994年签署TFA 已经在台北和华府轮流召开10次 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10月 如今将召开第11届 预计将讨论供应链安全 碳排放以及劳工权益扶持 数位经济等议题 不过这么巧美国参议员才来台宣布疫苗好消息 睽違四年的TFA就重启谈判 代表台美关系不只在防疫 在经贸议题上也已经正式回到一个常轨 那这样一个常轨对美台之间更进一步的 这个经贸的合作一定会带来正面的一个效应 希望美方能够拿出真正的诚意 不要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来打转 期待了非常多年台美之间的TFA 能够尽快的落实 重启TFA 蓝绿立委乐观齐成 随着台美双方加强合作 也渴望进一步制衡 中国打算在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野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